現在我們就來看看那個倒角的部分 倒角的部分在 Photoshop 裡面 它有一些預設形狀可以選擇 當然你也可以自訂 但是什麼叫倒角你要先知道 各位我們現在用 Photoshop 這樣做的 你有沒有感覺就是它的這個邊緣都很銳利 這樣會割到對不對 所以平常你看我們的桌子螢幕 它在那個角度上轉角的地方 都會做一個圓圓的 所以那個叫做 Fable 倒角 那我們除了文字 當然其他模型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這裡我就先中斷一下 如果說它在輸出的時候你要中斷 就按鍵盤上的 ESC 就可以 好 我就先把它中斷 那我們來看一下 倒角 倒角 你看我點到它 點到它之後 點到文字 往上找到內容 有沒有發現一個叫形狀預設計 在 Photoshop 裡面 把倒角成做形狀 那你點到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的 我把它拉開好 有沒有 這裡有很多 形狀 就是那個平面到底怎麼呈現 你這樣凸 像這個很圓的膨脹起來 像枕頭那樣子的 還是像只有這樣一點點的斜角的 這種就是斜角再多一點 那這個是圓圓的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後面放大一點的 那還有很多其他的 那如果沒有就是回到原本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預設就是所謂的突出分割 就很單純的突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先來試看看 你選一個圓圓的 像這種突的比較誇張的 按一下 你就可以來看一下你的模型 因為你按了之後 我們模型就會變了 我現在把它變大一點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我把它轉個方向 我們來 我把這個攝影機轉一下方向 好 靠近一點來看 他在這個角落這邊有沒有 這邊會有點圓圓的 會有點圓圓的 那如果你覺得說程度還不夠的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到這個上面 所以說他的預設是這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試看看其他的 像這個只剩一點點而已 那這個呢 點下去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變化 如果你覺得說奇怪 變化的不是那麼明顯 就到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 這裡可以設定 應該是這裡 對 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 他的強度 還有他的角度 如果你要強度強一點 有沒有感覺我們這邊變化 看得比較明顯 對不對 就是在這裡 第三個 第三個 那如果你設錯了沒關係 你就把它按重設變形 它就恢復原本 你看 預設強度沒有 對不對 那你可以增強一點 增強一點 他的這個變化就會看得比較明顯 當然前提是 你要比較粗一點點 如果你的字體 比如說你是用細明體 標凱體 那種很細的 這樣子很抱歉 看到像我就差很多 所以我說你要用稍微粗一點點的 這樣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 他突出來呢 會有一個角度上的一個限制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在這邊調整 那當然他這裡也有 所以上次有些同學在這裡玩 只是你不知道你在玩什麼 好 就在這邊 那這個 一樣是可以做調整 這樣OK 所以你可以稍微自己試看看 這個是他的背容 那 他倒角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做比較多的變化 而且有時候我們需要比較圓弧狀的 好 那不是只有做在文字上 你 後面呢 如果你用什麼 像量的工具 你自己做的一個形狀 不管是在宇達崔的座 還是在 Photoshop 裡面用 鋼筆工具做 都可以 他也可以長出來 那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看到的 就是前面 一樣 然後後面就怎麼樣 蹭開的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這就是倒角 所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 倒角不難 你 重點是你要做什麼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知道 如果你要細條的時候 你要找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要找預設的 你就從這個地方 去找一下就可以 OK